Hello 我是李翔叔叔 这是李翔叔叔说设备的第15集 我来讲两把我的优克莉莉 我对这个乐器有点特别的情感 就是 它实在对我来说太难驾驭了 它太小又太可爱了 声音也有一些局限 比如说你只能用它弹一些比较轻快的歌 是的 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快乐在城市上 空飘扬 像这样的风格 如果你要弹一些很深层风格的歌 我就不会了 我知道有一些人会了 但是我可能就有点困难 比如说 什么 其实你我都一样 将被遗忘 过远潮 你的病也和我的一样 风也难折 这个调太高了 那 有一些人 它可以弹得很丰富的东西 包括有一些国际的音乐家 可以用优克莉弹得很丰富 包括介绍效果器 这点我还不会 所以 我通常拿它来做什么呢 就是我 很需要 很方便的时候 拿一把吉他 然后刷两个和弦 比如说 C还有F 急性的哼一些歌 比如说 因为它很好拿 而且弹的和弦 也是乐器的和弦 不管是钢琴 还是吉他 还是优克莉弹 其实和弦都是和弦 跟你是什么乐器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它来创作歌曲 然后再用别的乐器来实现 好 这是一把 这把是G牌的 是很便宜的一把 Eukary 不到400块 就可以买得到 甚至更便宜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找我 这个品牌 我这里有很多 好 我再讲我另外一把 好 有原装使音器的 Eukary 或者是吉他 如果你找我的话 你要提早跟我讲好 这把 我对它有个特别的感情 就是你看我在这里贴了贴纸 因为我在我最 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 用小朋友Eukaryary 赚了很多钱 度过了我一个 比较阶段性的难关 而这把 Eukaryary 其实是人家送我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 大概是 2015年吧 是迦南琴航的 李弟兄送给我 那时候 其实我非常感动 我真的很需要他 然后 我记得我还在 餐厅演出 是一个叫做金色山脉的 然后 在上海的市中心 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乐手要拿着乐器 到台下跟客人互动 然后想一想 就是Eukaryary 最适合 所以在那些年 我大概用这支Eukaryary 在台下唱了 可能有一百多次 这首歌 祝你生日快乐 是英文 因为台下都不准唱中文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插插插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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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 不过就算你没有看到 我要跟你说谢谢